- 歡迎收看第一分少年,這是個獨立自製的電玩雜案節目。 呃,先不要問為什麼間隔了這麼久。 Anyway,今天9月底的時候,那一堂發表了他們將推出內建遊戲的 迷你紅白機 Nintendo Classic Mini Family Computer。 消息一出來,懷舊遊戲的社群簡直呈現沸騰的狀態,大家瘋狂的轉天下的討論。 一開始我還以為,只有懷舊遊戲的玩家才會呈現這種興奮狀態。 但我很快就發現,這次洗版的程度,完全不是小圈圈或同溫層GT高潮而已。 就像很多平常不大轉天遊戲消息的人,也都對這台迷你紅白機充滿興趣。 只要我再次意識到,紅白機真的是一台很偉大的機器, 在不只一個世代的人心目中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迷你紅白機現在已經發出一段時間,我手上這台也已經晚了一陣子, 接下來就是要來說說我對這台主機的感想。 先從外型說起吧。 說真的,即使紅白機的原始造型上,並沒有可愛這項訴求, 但看到這台熟悉的主機被縮到只好手掌半的大小, 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覺得他相當可愛,而且也有著不錯的質感。 在造型與外觀的還原上,最會讓人跳出來說的, 大概就是他掃了原本電源與重置鍵上方的說明貼紙吧。 對於看慣了原始紅白機,甚至各種仿冒相中階的玩家來說, 掃了這兩張貼紙的紅白機,就好像少了一點完整感。 一開始我也有這種感覺, 但是在看到那一堂官方LINE帳號發送的紅白機座布後, 我開始有種不一樣的想法。 如果撇開,原始的紅白機就是有貼紙的既定印象。 只從造型設計的美學層面上來看, 這兩張貼紙的存在,對主機的外觀,是美化還是破壞呢? 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當紅白機的主機造型 被圖騰化、異鄉化與再設計化的時候, 機身上的貼紙其實是很少被保留的。 因此,迷你紅白機少了這幾張貼紙,也許在還原度上是扣分。 但在美觀的層面,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而隨著主機的縮小,迷你紅白機的手把尺寸當然也跟著縮小了。 大多數人會擔心的就是,這樣手把好不好用吧? 其實我覺得並不差欸。 因為手把很輕,按鍵又少, 不需要讓手掌緊靠的手把就很好拿。 按鈕雖然不大,但這個尺寸就跟Game Boy按鈕差不多,意外的很好適應。 只有玩一些對操控性要求比較嚴格的遊戲,才會感到一點不適。 然後,迷你紅白機的2P手把沒有內建麥克風,只保留了造型。 但因為內建的遊戲裡面,沒有非用麥克風不可的遊戲,所以影響不大。 另一個會讓人擔心的,就是手把線的長度了。 原始的紅白機手把線,本來就有偏短的問題。 迷你紅白機的手把線也沒有多長,只有80公分。 不過,因為相當於主選單按鈕的reset鍵就在機身上, 所以可以說,這台主機在設計上,就是預設玩家要把主機放置在身手可以觸解範圍內遊玩。 至於內附的兩條線材,長度也不長,都走1.5公尺。 總之,迷你紅白機就是一個小房間取向的產品。 如果要接到大客廳裡的大電視,可能就需要額外買一條長一點的HDMI線了。 迷你紅白機開機之後,沒有特別啟動畫面,直接就是主選單。 主選單沒有刻意做成復古風,而是相當現代化的設計。 各款遊戲是以當年的外盒封面圖案來呈現, 可以按Slack鍵來切換不同的排序方式。 在主選單停留一小段時間的話,只會出現各遊戲主角或遊戲展示畫面的輪播。 播完的時候,光看了這畫面也蠻有趣的,還是兼具螢幕保護程式的效果。 迷你紅白機也提供了相當於即時存檔的中斷點功能。 在遊戲進行過程中,按下Racer鍵回到主選單畫面時,可以選擇一個中斷點,儲存目前的遊戲狀態。 對於當年這些還沒有支援存檔或是要抄寫密碼的遊戲來說,是相當方便的機能。 甚至還可以靠這樣的即時存檔與獨檔功能,來反覆挑戰一些難關, 降低遊戲難度。 畢竟,當年的遊戲難度多半偏高,現在的玩家如果不靠這功能,可能很多遊戲根本破不了吧。 但因為reset的鈕變成了主選單鈕,想要快速reset反而就做不到了,只能回主選單再次重新起的遊戲。 是沒有麻煩到哪裡去啦。 只不過,碰到那種玩得很火大奮而按下reset要馬上重新來過的情緒時, 你會發現這台主接的反應有點冷靜,沒有辦法配合你的情緒情境。 在迷你紅白機的主接面上方有個說明書選項,原本以為會有內建數位版的說明書, 結果按下去只出現個QR Code跟網址,要使用者自己連到任意堂的網頁去看說明書。 其實任意堂的說明書網頁非常有誠意,提供的是將原版遊戲說明書完整數位化的PDF檔案。 當年遊戲系統雖然多半很單純,但畢竟硬體的表現能力比較有限,所以遊戲內很少有說明或教學, 一些背景故事設定或者遊戲內的道具作用可能都要看說明書才會了解。 但有個疑慮是,沒有人能保證這個網址與網頁會永久有效, 畢竟我是碰過太多珍貴的網路資料,在某一天之後就再也連不上的情況。 說明書檔案沒有內建在主機記憶體內的話,就是會有這種風險, 只能自己將檔案下載下來好好保存,並祈禱檔案永遠不要遺失了。 迷你紅白機收錄的遊戲總共有30款,包含紅白機首發作品《大金剛》, 任天堂前社長鹽田崇早期名作《氣球大戰》, 友情破壞遊戲《Ice Climber》, 無人不知的《超級馬力歐兄弟》系列, 磁碟系統代表作《薩爾達團說》系列等等。 任天堂之外,其他場上的遊戲也有收錄, 像是已經成為一種電玩經典象徵的小精靈, 音樂與遊戲同樣經典的《洛克人2》, 第一款使用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秘技的《宇宙巡航艦》, 遊戲難度很靠北的魔界村, 牆壁裡面有肉可以吃的惡魔城, 最沒有運動精神的運動會熱血行進去。 而在一片動作與射擊遊戲之中, 也不忘了要收錄一款RPG,《Final Fantasy III》。 這邊我就不一一介紹全部收錄的遊戲了, 但可以說八成以上都是沒玩過也該聽過的經典名作, 只有少數幾款遊戲,台灣玩家比較不熟悉。 我想任天堂在挑選遊戲陣容時, 除了看遊戲知名度與代表性之外, 也有試圖兼顧休閒玩家與核心玩家的喜好。 當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遊戲偏好, 即使這30款遊戲都是名作, 依然不可能讓所有玩家對每一款遊戲都滿意。 部分遊戲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可能也太過單調、不過分困難。 但我想大多數的玩家, 應該都至少可以在其中一半以上的遊戲中感受到一點樂趣。 不可否認的是,30款這個數量的確很微妙, 沒有少到貧乏,卻也沒有多到飽足,無法擴動遊戲是挺可惜的。 但畢竟這產品的定位,就是一台單純簡單、價格低點的懷舊玩具。 而且考量到價格的話, 迷你紅包機的原價,只要6000多日幣。 就當硬體的價格完全不算, 每款遊戲,平均只賣200多日幣。 比起 Virtual Console 一款遊戲要賣500日幣,是便宜許多。 再強調一次,這樣的計算,還沒把硬體的價值給算進去。 所以,真的有幾款遊戲不喜歡也不是什麼太大的損失。 如果你連在這30款遊戲中,選出至少4款想玩的遊戲都沒辦法。 那你其實……根本不喜歡紅白機吧? 迷你紅白機提供了三種畫面顯示模式, 可以在遊戲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隨時會選單切換。 分別是模擬傳統影像管螢幕的對比電視模式, 標準的4.3 模式,跟 Piece of Perfect 模式。 對比電視模式是最特別的一個,不只加上了掃描線, 還試圖呈現出當年RF 訊號端子那種模糊與盛色的畫面。 仔細看會發現,甚至就連畫面更新時的抖動感都有做出來。 比較年輕的玩家或許比較難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種把畫面弄難看的設計。 但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玩家一定都能夠體會, 當年的玩家們所看到的,就是這種充滿獨特質感的畫面。 不過,透過規律演算出來的線條錯位與盛色, 終究是有點不自然的人工後製感。 而且水平線條錯位的效果,似乎做得太過刻意與誇張一些。 導致畫面上的縱向線條,全都變成鋸齒甚至扭曲。 在一些縱向線條角度的畫面上,顯得特別難看。 可以的話,我是很希望的迷你紅白機, 可以提供更多樣或者細像的畫面濾鏡調節。 例如說,我會想要保留掃描線效果,但不想要畫面盛色, 又或者可以調整畫面盛色的程度等等。 至於4-3模式跟Pixel Perfect模式, 就都是像素分明、清晰銳力的畫面了。 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在於畫面比例。 現在的液晶螢幕,每個像素都是寬高比1-1的正方形。 但是在以掃描線為顯示基礎的CRT螢幕可不一定,像素可以較寬或較窄。 以紅白機來說,原始預算出來的畫面解析度是256x224。 在像素寬高比1-1的情況下,畫面寬高比是很接近正方形的8-7。 但實際輸出到CRT電視後,畫面仍然會是4-3標準的比例, 因為每個像素是以較寬的1.25-1比例來顯示。 迷你紅白機的畫面解析度,固定是720p。 在動向高度上,是原始紅白機畫面的大約3倍。 因此,在像素寬高比1-1的情況下, 只要很單純地把每個像素等倍放大3倍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1.25-1比例的快像素呢? 1.25-3會變成3.75。 像素以整數為單位的液晶顯示器,可沒辦法呈現0.75個像素啊。 所以,要把畫面比例拉伸到4-3,同時還要保持畫面銳力不模糊化的話, 只能讓一部分的點,寬度拉寬到4個像素,一部分的點,寬度維持3個像素。 就這樣,湊足4-3比例所需要的畫面解析度。 實際上,不仔細看的話, 的確是不會發現這樣拉伸後的畫面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碰到遊戲畫面內,有著規律小間隔排列的重複圖像, 像是瑪利歐兄弟其中一關的平台, 就很明顯可以看出,因為像素拉伸的寬度不均, 而導致圖像的排列間隔變得撐斥不齊。 而另外一個影響,則是畫面在橫向捲動時,因為像素的寬度沒有保持穩定, 會使得畫面有一股毛躁感。 如果選擇Peaceful Perfect模式,也就是讓所有像素的常觀比,都維持1比1,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 但當年的遊戲,有些是預設以拉伸至4比3為前提或一次畫面, 所以不拉伸的話,會有種畫面物件顯得較細長,甚至被擠壓的感覺。 像是圓形變成土圓形。 高爾夫球變雞蛋。 胖子變獸子。 大叔變少年。 嗯? 不過,遊戲遊戲,在製作時並沒有考慮像素拉伸, 反而Peaceful Perfect模式,才是正確的顯示比例。 所以,這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最簡單的判斷方式,就是看遊戲內的圓形是怎麼畫的。 說實在的,這種畫面除以上的小細節,可能絕大多數的玩家都不會在意, 只有我這種人,才會特別龜毛的在觀察這些東西。 所以,結論還是,大家覺得哪種畫面呈現的方式比較順眼,就選哪個囉? 迷你紅白機內部,當然不是使用原始的紅白機硬體。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的拆解報告, 基本上這台主機,就是採用Ninus核心的作業系統, 再搭配模擬器來執行紅白機遊戲。 紅白機的模擬器本來就已經相當成熟, 更況是出自正天堂的官方之手, 模擬的精確度理論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也的確不會感覺到遊戲玩起來,跟實際有多大的不同。 唯獨有一項明顯的差異,那就是畫面閃爍的表現。 在早期遊戲裡面,全畫面的快速閃爍是一種很慣用的特效手法。 但因為有引發光癲癇的可能,畫流遊戲獨版會避免使用。 迷你紅白機在呈現這些舊遊戲時,就針對畫面閃爍做了一些調整。 而且,不同遊戲調整的方式還有些差異。 第一種方式是把閃爍的畫格變成半透明重疊顯示。 這種方式,可以在擺有特殊效果的情況下,降低對眼睛的刺激。 不過,在紅白機遊戲的畫面上,看到半透明漸層效果,的確是有那麼點違和感啦。 降低的整體演出了一致性。 另一種方法,是用單一顏色取代多種顏色的閃爍。 像是超級瑪莉歐兄弟3裡面,打倒魔王時的背景閃爍,就改成單純的變色。 還有林克的冒險,死亡時候那個閃死人不常面的畫面,也變成了單色背景。 降低閃爍的頻率也是一種方法。 洛克恩2的全光畫面,就做了這樣的調整。 最後一種方法呢,就是乾脆把特效表現給拿掉算了。 Final Fantasy 3的御底閃爍就被取消了。 還有回復之前的回復特效,也同樣被刪除。 我不會說這些改變是壞事。 畢竟全畫面閃爍,的確是一種過時又傷眼的表現手法。 但對於追求原汁原味的玩家來說,這些修改,就會帶來一點不夠完整的遺憾了。 還有一個特別需要檢驗的,就是磁電系統的模擬程度。 迷你紅白劑收錄的遊戲中,有四款是磁鐵機遊戲。 選擇遊戲後,會重現磁鐵機的啟動畫面。 不過降低了顏色閃爍的速度。 讀取時間與磁鐵片畫面的過程也被保留。 當然玩家不需要去做什麼特殊動作,只要按個鈕就好了。 由於紅白劑的磁鐵機系統內建了一組PWM營源晶片, 所以磁鐵系統的遊戲,在銀色表現上,可以比一般紅白劑卡甲遊戲更加豐富。 不過,多數模擬器在模擬PWM營源時,效果總是跟實際的機器有點落差。 迷你紅白劑表現如何呢?來實際比較一下吧。 迷你紅白劑模擬出來的音質,聽起來雖然不是百分之百與實際相同,但沒有嚴重的偏差。 特別是《薩達傳說》這款遊戲。 神家裡3DS的Virtual Console,採用1994年的卡架版。 Wii跟WiiU的Virtual Console,採用2014年GC版薩達合集內的修改版。 迷你紅白劑的還原度,比之前這些版本都還要高。 在前面幾個比較中,應該有人發現,迷你紅白劑遊戲畫面的色彩跟實際也有一些出入,整體來說比較暗淡一些。 我猜測,這也是為了降低高亮度色塊對眼睛的刺激而做了刻意調整。 那一堂之前在WiiU的Virtual Console,調整得更加超過,整個畫面的顏色明顯暗了一大截。 迷你紅白劑的顏色相較之下就沒有那麼矯望過正,看起來舒服些。 說真的,就算是實際的紅白劑,也會因為搭配的線材與電視規格的不同而影響輸出結果。 只要你不打算白台的實際在旁邊隨時比對,迷你紅白劑的模擬精確度絕對是在可容許的偏差範圍之內啦。 迷你紅白劑的確是一台很有趣的機器,經典造型搭配迷你的尺寸,讓人一眼就喜愛。 簡單純粹的樂趣,可以讓老玩家們回想起最初接觸到遊戲那時的興起,也很適合給新世代的玩家作為經典遊戲的第一部入門。 甚至就算不拿來玩,只當作模型擺飾,都很賞心悅目。 當然它也有一些缺點,而且玩起來,終究與實際的紅白劑有些差異。 這些差異是不會嚴重影響遊戲樂趣,但這種差異的存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有著模擬器這麼方便的東西。 卻還是有許多玩家,鍾情與原始主機與原始遊戲。 那一方面,也許有些實際派的玩家,會對這種官方模擬器吃之以鼻,但似乎又有點太過極端了。 的確,原始的機器具卡夾,有它無法磨滅的存在意義與歷史價值。 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要踏入這個領域,在軟硬體層面,都有些門檻。 透過迷你紅白機,或者Virtual Console這些官方模擬器,可以讓現在的玩家用比較方便、比較親切的方式,進入經典遊戲的世界。 這對於遊戲文化的推廣能延續,也能有更正面的效果。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無論你花了再多錢去收購中古遊戲,原始的遊戲公司,都不會因此而直接獲利。 懷舊遊戲的市場規模,也沒有大到可以讓遊戲公司重新開啟卡夾與主機的生產線。 只有透過移植或者官方模擬器的方式,銷售這些老遊戲,才符合經濟效益。 這的確是很低成本,甚至是無本人生意,但這也是怨打怨愛的事。 只要智慧財產權還在遊戲公司手上,他們就還有透過這個資產賺錢的權利。 畢竟,遊戲雖然是種藝術的表達形式,與文化的成長媒體,卻也是種需要大量的金錢,才能夠支撐的產業。 當遊戲公司認知到,只要遊戲做得夠好,做得夠讓人印象深刻,讓人過了十幾二三十年還會想起,還願意花錢購買,願意再度遊玩。 接著去思考,現在的遊戲,能不能做到這種倦永信,讓遊戲不再只是只能銷售一時的流行商品,而是能夠長期創造價值的文化資產。 這才是懷舊遊戲風潮之下,所應該帶動的正向發展。 OK,我知道上面就是有點過分理想話的說詞,但社會少年,就是要對這世界,懷抱了一點理想。 如果這樣以現實一點角度來看的話,至少,當玩家透過這台明明的紅白機,再次回想起遊戲的樂趣,甚至玩過了內建三十款遊戲之後,還不滿足的,興起了我想玩更多的念頭。 這個瞬間,就是迷你紅白機最大的價值展現。 而且,這也應該還是任天堂,想透過這台主機,所達到的真正目的吧。 OK,以上就是這集的第一番少年,感謝收看,下次再見。 至於那些沒有原廠授權的盜版產品,就更不要去買。 當然,如果你不介意你的錢就是很好騙的話,那我也沒有意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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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